大家好,欢迎收看帽子讲解的视频啊 今天带来一套连弩的卡组 那么这套连弩呢 进攻卡就是以连弩和火箭作为进攻塔 那么其他卡呢都做防守来用 那么这个骷髅墓碑就是防王子石头人皮卡都很好用 配合上地狱塔 那么如果是防AOE的话 防铺场的话 那么就是剑雨 扫苍蝇 然后炸弹人是走地面的防御 然后这套牌的话 大家看来防空是不是太少了一点 那么这套牌的话 防空就是靠苍蝇防守 苍蝇防守的话呢 打龙宝宝是非常吃操作的 那就利用龙喷土的间隙把苍蝇下来 然后把龙围杀 这个在视频里我会给大家看到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场的对局 对面是一个有两个房子的 一个卡组 那么应该说是一个小猎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边首先看骑手 骑手是摸到一张地狱塔 其他几张卡的话 作为骑手都不是特别好 那这里就先把地狱塔放下来 然后剩下的几张卡都比较卡手 像火箭 其实这边的话 因为我之前这两天玩的也不是特别多 像如果我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对方后长期野蛮人 我肯定是一发火箭轰过去 火箭六费 野蛮人五费 我一费还可以打他的防御 三百多的血 这边我是看到他下了一个炸弹塔 是直接下了连弩 好这边我知道他手上没有废用 这边我是直接一发箭雨扫过去 好这个骷髅墓碑的位置 我本来是准备防他像王子野蛛这种牌的 既然是他放箭雨 那我也就知道了他手上大概的一些牌 其实像这种房子也是一个导弹轰过去 这是我之前打的素材 这要是我这两天肯定是导弹轰过去 很赚的 我这个导弹是后来想轰 但是轰歪了 不要尴尬 这边六费的时候 刚刚先上第一期里面也讲过 这六费的时候直接空下连弩 你基本上是很容易崩盘的 好这边想了一下 还是下了第一塔 第一塔建筑的话 大家记得一定要放在中间一点地方 这样的话 对于引导地字型的一个走位 非常有好处 好这边我是先摆了骷髅线 是为我下面放连弩做一下准备 那么这把的话 我是连弩前期做一个防守 因为当时我手上已经没有什么卡 但大家这里看到我这个火箭 其实是非常的赚 基本上是带走了他的房子 然后还带掉了他建筑的血量 而费用上的话 我只多用了一点 这里就一直等待下连弩的时机 我这边是看到他的血量 已经是只剩402点了 这个时候就是过牌 把导弹过到手里 导弹配合 导弹配合上剑语 是可以带走他的防御塔 这边的话我剑语是不太想交 我当时觉得一个导弹 加上一个剑语是可以带走的 所以我这边是下炸弹人防守 这边还轰到一发 380血 我记得当时 因为这个时候我是要先防守 如果我扔完导弹我空废 那么 那么我是肯定会输的 而且这盘是很尴尬 对面正好还有五血 这个时候我就 这个虽然放得很丑 但是我是在过牌 我只要把万剑过到手里 就赢了 这个时候对面也是知道 我费用上亏了 就疯狂的下兵 这边是先下 我看到了 下一张就是万剑 这个时候就疯狂的下兵 什么肉就下什么 这边蛮子也下下来 好万剑到手 这盘游戏就结束了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的话卡组上 我还是一个小猎吧 对面是王子野猪 配小店的一个冲锋偷家的一个流派 那么我这边依然是连弩 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那么首先起手的话是有地狱塔 那么地狱塔的起手还算不错 剩水满的时候把它放下来 这边它是直接王子家野猪 我这边这个骷髅墓碑 大家可以看到是 克王子非常克王子和野猪 这王子基本上是 这边它是赚了它很多费用 所以我这边连弩是直接下来了 本来是想等费用的 但是这边连弩因为是到了 是够 而且是可以达到它的 它的剑塔 我这边是 直接磨掉它500的血量 费用上的话 双方差不多 因为这边我就不开回放 再给大家看了 就用第一视角的话操作 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边是准备后长起野蛮人 对方这个时候费用应该也是赚差不多 我看到它飞龙是放在边上那一侧 所以地狱塔的位置 是要往中间偏右一个 那么对方这个时候 又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那么因为卡牌 大家没有四张卡 刷回来的卡是一样的 所以我是知道它手上有这样的卡 所以我的骷髅限点一定不会盲目的焦 这边可以看到是苍蝇是怎么杀龙的 是龙喷了一口 苍蝇立刻下去 把龙直接是围杀掉 但是这波我还是被耗了一些血量 这边我是在等对方下兵 如果对方是把兵下在我的右侧 那么我连弩是有机会偷到它左边那一路 这边我是野蛮人 直接扛一下 因为我知道我连弩后面一张牌 就是它的王子 这边是打一发万剑 可以这个万剑很赚 赚到了它的长毛弓箭手 这样的话我是不用管这个连弩了 就把它卖掉 因为这一套已经可以赚很多血 骷髅墓碑的话我想了想还是没有放 因为我这个地狱塔是完全可以守住的 这边我是先下了骷髅陷阱 然后摆下了连弩 也是为我连弩做准备 好这边是直接打一发万剑 这边的话我想了一想 我的地狱塔是没有骄傲 看我用亡灵杀它的龙 可以这样龙一起下来 然后它加了一发闪电 但是我的苍蝇依然是可以折掉它的龙 好下面是进入 家属模式啊 就是掉一个塔 就会直接游戏结束 这边依然是连弩配上角落的一个 一个 骷髅墓碑 这边它失误了 它后长期的 它后长期的 哥布林这边是被我连弩锁定到了 它的防御塔 那么一个火箭是直接带走的 好我们看一下第三场 也就是最后一场 这场的话硬件是完全被碾压 对方的话是 不仅是有两级的石头人 还有五级的野猪 五级的法师 八级的电塔 那么我这边的话就要寒酸了 就是还是这套连弩流 相比它这个硬件 我是完全完全被碾压 我们看一下第三场的一个回放 好的 那么首先我肯定是看到对方的等级啊 打这种七级的 一定要小心 毕竟它比我高了一级啊 大家在面对比自己等级高的玩家的时候 也是要小心 这边它是立了一个电塔 那么其实连弩流的话 如果它发现我是连弩流 那么这个电塔的话 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 因为连弩无视电塔 它电塔的费用可以说是等于浪费 这边我是野猪当时点在手里 想点它的法师 但是这波我虽然是没有放剑雨 但是我依然是赚到了 它的防御塔的血 同时还看到了它高等级的法师 我这边是等费用走完 因为我知道它的费用比我高 所以它一定会先下兵 那么它下了一个两级的石头 我当时也是比较闷逼啊 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少在这个分段 当时就遇到这么高等级的石头人 所以我这个骷髅剑林位置特意是放在靠左的一侧 因为可以拉它石头人走一个大的地子形 这样的话两个剑塔是可以 我看一下是可以让两个剑塔同时攻击它 然后下下我的第一塔来打它的石头人 那么这波我防守应该说可以说做得非常完美的 但是我的塔被它打几下也是吃不消 这波苍蝇过来我也是没什么办法 只能是硬着头皮下一个骷髅陷阱 不然的话我这个防御塔肯定是掉到1000血以下 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一场保个平局吧 然后也没想着偷 因为对方的等级实在是太高 这两级石头又下来了 非常的合体 这边我是知道它没有费用 直接是连弩下去 配合一波狂暴 我直接是野蛮人顶上 但是它的 它这个石头人过来我还是非常的烦 所以我这个连弩 我这个低塔是往后放 然后同时用 这个骷髅陷阱挡一下 这边挡了一下的话 耽搁了它石头人一些时间 这个时候我继续摆下我的连弩 好这个连弩是直接是 对着它的防御塔这边直接是扫上 这边已经是在我的斩杀范围之内了 这边是直接一发火箭 带它走就可以了 这边我当时操作失误了 我是 哦不对不对 我当时是想在最后秒绝杀的 所以 我特意留到了最后 因为这把 应该是没什么悬念了 这把 这样子 就设定了 这把